我現在唯一可以幫到的女兒 就是幫她討回公道 但她沉煙得雪 應該忍道 你也要有這樣的機制 你將來都會遇到 沒理由有些犯法的 是做不到法律的制裁 應該承知愈怕 事實上她犯了 如果現在這樣的制度 一定是流動 贊助這個流動 填補流動的過程 你要想多一點 你訂立條例的安全線 訂立得好就可以了 提議了不適合政治立場 引導是沒問題的 尤其是這些根本殺人犯 應該要引導 贊成 法律要彰顯公義 如果這樣那個人可以有條路 走了 那是很適合 人命關貼 一向都有引導的安排 不過現在關鍵就是 香港和台灣沒有這個協議 需要收頂 有些方法 他可以有這樣的情況 會不會有一些途徑 可以做到一些安排 有臨時性的安排 或者一次過的 我不一定是說他 我想任何人 如果是任何案件 如果是犯法的 是可以這樣 應該要引導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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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